今天又来哈尼向走一下 拍拍哈尼向好多天没有拍了 看看哈尼向最近有什么新的动向没有 摩尼向一起以后很多按摩店都改成了这种酒吧 这里以前好像都是没有的 现在这个酒吧就多了好多 然后这小酒吧也多了很多 而且这酒吧小小的你看每一个小间隔都是一个小酒吧 右边有个线条很好啊感觉是腰啊 就是要不用穿 这一边哈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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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哈尼大于是的原因所以叫哈尼像 实际上好像这里是叫 好 巴尼亚二路11项 哦呦 这个是哈尼萌 唉呦人不少的 这里人不少 你叫哈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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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玉石 我来巴尼亚史的第一个玉石就是这家呀 哈哈哈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哈尼二啊 反正哈尼一是有 哈尼还来 já了í 哎哟 现在这一个 之前 这个台湾帅哥开的这个地儿了 好像是 那里边还是有 改了老板呢还是 销售馆不少 然后这里还有个 大马店 这里是按摩店 几间店这里连着几间按摩店 这边是美女的 这小酒吧 小酒吧 鲨鱼吧 还个鲨鱼吧 这一段就比较安静一点 这段没有什么的 这两边的建筑屋还没有起来 还没有装修起来这些到时候可能都会是 新酒吧看样子 有时候走在这些路上就觉得 其实你看这些店 生意并不好 但是很多人很多泰国人还是坚持营业 只是他不在乎他们每天 就是能够赚多少 也就是说 能够维持这个温饱 可能他们就 没有太多的要求了 其实有时候 泰国人的这个生活理念 的人生观念 我是觉得 蛮好 就是 只要有的生存 有的饭吃 有鱼口饭吃 不需要追求太多的东西 很多基本的保障他国家里面跟他进行的一个 基本的处理 所以自己就 只要 混口饭吃就可以了 但有时候我们从这里过有的酒吧 基本上可能就是一天都不见一个客人的样子 但是他们仍然坐在这里后客 经验精神还是有的就 没有 以前我在中国大陆那些商铺那种焦虑感 这是很佩服泰国人的一点 现在是走到这个二路来了 我今天的行程是准备 从这里 再转到 然后 巴迪亚二路十三项 那一个巷子就是 啤酒吧很多 从那个巷子排上去了 又是 LK 我们去 所以 从这里到一圈 看看最近的一些 变化 还是蛮好 对面的话 是一个 原来是一个广场的 现在都 很多那个很多那个 新开的 食店 新开的那个东西 还不错感觉 只是夜晚的话没多少人 这一个小箱子里也有一些按摩 还有一个 串联跳伞的店 应该也是 华人的 还有个药店 OK 这里是一个 他的食店 这里还有个 五百五的那个 每天晚上五百五那种 小女吧 我都变贪了 再过来这里就是 贝尔斯公寓 贝尔斯公寓 位置还是可以在巴黎 就是里边的房间 我觉得 太小了 不好玩 好 再往前就是 二路十三巷 这里 新的一个公寓 叫做 地基 第一季 第一季公寓好是好 但是 还是觉得他如果按中国的一个 做法的话 他的那个商业性还不够 你看这条路 明明这个 可以把它开发成商业的那个铺面的 他这边就是一个通道而已 整栋墙就是一个墙面在这边 这里的繁华这一段就是只有右手边左手边就全都是空墙 所以我还是走到右手边这个商铺上去看看 一堆垃圾这里 哦这里是个按摩门店 这里是个按摩门店 这里是个小酒吧 这段灯光都没有 这个酒吧招牌 是酒店招牌 蛮有意思 这边就是 8.2路13巷那个 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 小酒吧区 我经常都跑这边来逛一逛 这里有好几家酒吧都熟了 哈哈哈 这个是最佳 应内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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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这样小的地方 我还有这个大哥 喜欢打桌球的可以来这里哦 每边打桌球球的还不错 哈喽 哈喽 这里是一个 LK酒店 快点了LK好多酒店了 可是一个大的集团算是 这里是个猫猫啊 猫猫熊啊 右手边也有好几个这个 好几个这个 小酒吧 这里开始左手边开始有了 每次我过这里都不见有几个人 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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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因为感觉好像是星级酒店了 其实这个小酒吧门口这些花儿做的还不错 里边有三四个顾客这里 顾客不多 前面就要到LK了 进去LK这个主要红灯区溜一溜 看看他们在周二的晚上有多少人流啊 2边是餐厅饭店 这一家酒吧 每天都很多人 那里边是一样位子一般 那边家就散了很多 那边家做门口那个面子还不错 这一家酒吧里边其实也是不错的 我是偶尔去 然后PINK呢 好久没去了 在PINK门口还整了一个大马 流感 这边这几个酒吧 右手边几个酒吧都还不错 左手边的酒吧相对就差一点点 没有那么好 这是我原来一个个少巴得出的经验 当然这边位置的颜值总体比那个不停接 也肯定是要差一点了 已经那收的那个价位都没有那么好 这一家就是 拉开贝比较多 阿拉斯加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里边的木质还不错 其实上次去 看了以后了还 我还没有做那个 还没有做那个烫电工业 但是烫电工业做出来老是跟我黄标我就很很烦很烦啊 这边这条家原来说到好几个前段时间拍的好几家那个啊出租的店现在都重新装修准备开业 你看这家好像是已经装修好了可能是要开始了还有前面说那一家原来周围比较好的已经重新开业了啦 换了一个老板我认识他们的换了一个老板 这两边都是要再重新装修准备开了不久了 这两边都是要再重新装修准备 这个家好像也是重新开了不久了 这一家是重新换了老板又开业了之前的老板可能是停留不下去 所以这里是原来一只猪在的 走完这个一路可以 然后我尽量的 扫街活动又要结束 其实他说是甜实际上里面一点不甜 我来了那么久都没进去过几次 对面三家店其实开了蛮久的 对面三家店其实开了蛮久的 我刚什么时候正确消费一下看看他有什么特色 但是看他印定费还可以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啦 就要开始去 去吧 さ不开门 你不能看我 сегодня 是